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所以也就是說 我補充一下林老師所講的 其實那個《萊甲喉行》這個故事對不對 那麼集體歇斯底底證號群 或者很多的案例 有些事情是已經沒辦法解釋 比如說什麼呢 手機 收金 我曾經看過 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有時候去國宮廟裡面看 那手機通常是老太太比較多 用一個美鳳有沒有 然後弄一個什麼東西 弄個擦衫是這樣的 你會不會念奏 天靈靈 地靈靈 龍王廳我來煉金 那個現場 那個小孩子本來來的時候 哇 媽媽好 你也媽媽好 不然媽媽好 然後又會繞清晨 然後好幾天都沒辦法 來到這個地方 你知不知道那個地方就有一種 收金的場所 通常會有一種很樹木的 這個等於說環境 還有音樂 然後他在那邊用香啦 那個啦啦啦啦啦 小孩子慢慢慢慢的睡著了 慢慢慢慢就好了 無法解釋啊 回去就不怕 那這個東西有時候 媽就臨 媽就行 有時候當你科學沒辦法的時候 我不排斥用民俗療法 用民俗療法可以 這個醫治這個一切 有時候 因為其實是一種心理的暗示 但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我有一個親戚呢 他的兒子呢 小 很小 寶貝的時候 那他們就帶著他到花蓮一家飯店 那個飯店很有名的是 要到這家飯店的前面就是夜總會 那以前的亂杖鋼公墓什麼的 過了之後那裡 你還要到房間裡面開始哭 哭到早上兩點已經沒辦法了 你拿著油了 怎麼樣沒有辦法 哭到你已經想知道 小孩子哭到後來會吐奶嘛 哭到後來會沒有辦法 已經看快要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想要送去急診了 後來靈機一動 太太就跟先生講 你不是那個有 你琵琶裡面有那個 那個行天宮的符嗎 平安符嘛 拿出來看看死馬當作活馬醫嘛 你絕對無法相信 那個符對不對 往小朋友的身上一放 不哭了 好 他們這對阿嬤很小的你知道嗎 還沒這麼冷 還拿起來 還開始烤 然後再把它放下去 又不哭了 這個有時候 我們如果把它解釋成為一種能量的話 因為這個能量所以使他心安 所以這個十個小朋友呢 他們可能受到 我們把它解釋成能量 因為如果你用歇斯子儀或什麼的話 他們可能會心裡不舒服 那如果要受到能量的話 這已經去受過程了 這已經 如果我們就受過程了 民俗療懷有效 他們媽媽應該也會想到一步了 然後剛剛講到 對不起剛剛講到 林老師講到 口出五言結句嘛 我們以前讀文章 我不知道現在的國文課本還有沒有 有一位寫落花生這篇文章的作者 叫做許蒂山 他曾經寫過一篇 他自己的研究有關於伏擊與民性之研究 裡面有特別收集他研究伏擊裡面 有一篇非常有趣的 因為伏擊來的人呢 不是這個旅動兵最多 旅動兵最多 很多 有一天因為有人 就是民國初年的時候 有人那種讀書讀很多的 北京大學 不相信 他覺得這個東西都是騙人的 虎人的 然後他就不相信 他就叫他 然後那裡伏擊又看 他比如說寫 寫寫寫寫寫 七言結句 五言結句 律師之類寫出來 結果 好 你不相信 他真的寫 女動兵上身 然後伏擊 寫了一首詩出來 那個男的一看 臉色大變 然後就趕快跑掉了 這首詩沒什麼 大家看都沒什麼詩啊 原來是這一個男的 他自己本身寫了一首驗詩 跟其他的女人 廢太太的女人 寫了一首驗詩送他 這事實上沒人知道 結果他就把你寫出來 所以有些事情是沒辦法解釋的 可是我是說 這個事情搞不好 連醫學都沒有辦法解釋出來 不是 不是 我要講的是 醫學發達 你何必一直捍衛 沒有沒有 醫學發達不見得 是我現在技術有多厲害 還有一個你要知道 就是醫學其實是很重視證據 所以有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沒有很厲害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往後看 看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我跟大家講 集體歇斯底里 那台灣早就發生過 不少多少次了 科學 精神科的文獻記載就好幾篇 然後呢 國外更多 集體歇斯底里是怎麼這麼賣 好 我來 我跟我說告訴 去年在斯里蘭卡 你都這樣下去 我要開口音了 沒關係 去年在斯里蘭卡 集體歇斯底里出現什麼症狀 他們是皮膚過敏 皮膚過敏還好 我紅紅的 要不要咬紅紅 噁心 昏倒想吐 你知道去年在斯里蘭卡 有多少小朋友 集體歇斯底里嗎 兩千的 哇 兩千個 十幾個學校還有四個老師 持續了三四個禮拜 跨校 跨校 集體歇斯底會到這個程度 那歷史上最厲害的是什麼 歷史上最厲害的是 大家不相信去網路上查 1518年 在那個歐洲 有個地方叫做全史特拉斯堡 那個時候 整個城市的人突然幹嘛 你知道嗎 集體起笑 先斯底里沒被抓牢 跳舞 跳舞 沒有什麼事情 幾個人開始跳舞 其他人就開始跳跳跳跳跳 跳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跳到 金競人王 有人死掉 有人這樣跳跳跳到經歷 就是說經濟能吃到搖頭 跳舞跟經有什麼關係 精神好盡 然後那個整個時間長達 不是你的經濟 是是 精神好盡 長達一個月 那個歇斯底里的狀況在歷史上 因為每一次都會上新聞 施里蘭卡那個是什麼原因 施里蘭卡那個 剛開始就幾個小孩覺得不對勁 然後他的同學都開始不對勁 然後大家開始排隊去看醫生 那新聞一報導出來以後 臨近的學校大家都覺得 是不是空氣中有什麼毒物啊 什麼傳染病啊 集體歇斯底里 它是不是有一個開始過程結束 對啊 總要結束啊 如果不結束 他們這樣會精進人亡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啊 別的案例可能長達一個月以上 是有可能的 這個案例是10月25 現在差不多一個月底了 對 11月 但是喔 不過我要講 20幾號了 不過我要講說台灣這一次 一個多月了耶 對 台灣這一次我們要考慮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10月底 那時候全台灣大家都在想什麼 很簡單 食安風暴 一下子油又不能吃 一下子又可樂有問題 到現在你看 所以吃到東西怪怪的 就會自我愛吃 那時候本來就有很多年輕人 就常常看電視在想啊 哇 新年又有什麼同業育術啊 又有什麼免子油 即使是國中生啦 心理上在那個氣氛 不要說國中生 成年人心裡面都會覺得怕怕的 你剛才講一個醫學發達 我講一個非常玄的故事 我們邊講邊來猜答案好不好 大陸有一個村 這個村裡頭呢 他們的小孩全部都中邪 就跟剛剛林老師講的一樣 那這中邪 其實他們那個村 因為可能也許教育程度沒那麼高 他們認為那叫中邪 但你沒有經過醫生看 你怎麼知道他的行為就是中邪呢 我來講他們發生什麼 然後他會開始抽搐 抽搐之後呢 他的小孩會突然眼神是往那邊看 然後或者是露出白眼等等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精神不集中 發抖什麼都有 好 那後來呢 這個事情呢 一傳十十川百 所有的村裡面有的人 覺得說這裡面一定有妖魔鬼 就找了這個驅魔的啊 甚至還找了人來演這個舞台戲 希望能夠讓鬼神能夠安息下來這樣 都沒有笑 一樣小孩就是去笑 後來這個事情震動了這個北京政府那 就派了你們講 醫學發達醫療團隊來 從來就開始找了很多證據 環境污染 你喝的水沒問題 有沒有中西屬污染 食物米革米還是什麼 都沒有 但是後來答案找出來了 真是令人萬萬想不到 這個答案是原來這個村子所有的爸媽 他們都只找一個產婆接生 這個產婆根本是個蒙古產婆 就是真的根本就不在位 所謂的蒙古代夫 對 不專業就對 結果在接生的過程中 每個都是南產出生 全部都有癲癲 所以這個村子裡面的小孩 都是這個產婆 間接害到他們得癲癲 但是當地人不知道這叫癲癲 只知道說就做中邪嘛 後來這個謎才解開 不過癲癲跟踢檔是兩種 當然是不一樣 我剛才講了 不是 我剛剛有講 對於這個明治未開的村來講 他以為這就是中西 是是是 不是 這稍微有效嗎 哪邊選那種稍微 零的話 就是說你是去的零附身 這種收軍或幹嘛有效 我一個朋友 是病的話就還是要緊 我一個朋友很淺誠的天主教徒 太太也是他也是 小孩也受洗了 結果有一天小孩就 他住永和吧 他就靠不點了 靠年代靠四天 靠到兩個人我都不用睡了 然後旁邊的那個大樓的人 也受不了了 就說你怎麼不去 下面那裡有一個師公 叫嚇一跳 你吃瓶兩的那個師公 就每天都出去了 收軍了以後 好了 那你怎麼說呢 抓解釋 對 就是說有些東西 你有看到嗎 現在你手鐵盤 沒有 我們不是去手鐵盤 收軍我小時候也收過 手鐵盤 收軍它的確是有一點 你們兩個之間不同領域喔 沒有 收軍的確是有一點 也類似心理治療效果 我覺得啦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大家都相信醫生 都相信心理治療 那就往這邊去做 可是大家如果一開始 就不是那麼相信醫生 我就覺得收軍會有幫助 直接做收軍效果會比較好 應該是這樣說啦 先來心理醫生 精神大夫這邊看 如果沒法度解骨 對不對 那就死馬當作骨馬 通常都是相反 我看了病人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先收軍 都是受僵 都去吃虎 所以醫生完全一年 直接你就會受僵 如果受僵 如果受僵 沒有人要做好專業受僵 我們以後來PK好了 親愛醫生 不是啦 我們來病人大部分都已經受過僵了 不行了就往醫院丟 要先檢查學受僵 對 中心合併 新式的醫療法 我們都看不起你 我們都是看不起啦 我們都現在最後一線 其實那個太糟糕了這台人 都超過的 都... 都... 都...